5月是国民小学分发入学的时候 不过最近却有人发现了 台北市教育局的新生入学资讯网 有自然的漏洞 一旦家长验证登入 就更改这个就学的编号 就可以查到别的小朋友的个资 姓名 户籍地址 以及涉及的学校 所有资料呢一目了然 尽管教育局接获投诉之后 很快就将网站给撤下修改 但是网站开放这几天下来 国小学童的个资恐怕是已经外泄了 5月是小一新生们分发入学的时刻 许多家长打开网站查看结果 不过却意外发现 登入后只要修改就学编号 就可以看到其他学童的个资 网络上头有姓名 户籍地址 以及涉及学校 所有个资一目了然 家长们发现网站有漏洞 担心个资外泄 赶紧打电话向议员陈情 不小心就误触了其他的号码 他发现奇怪怎么是别的小朋友的 他就试试看 结果发现只要换了这个编号 你就可以看到全台北市 新近的国小学童的个资 家长们好忧虑 因为有好一段时间 小朋友们住哪里 读哪间学校全部被公开 如果这些资料被有心人士利用 那该怎么办 那是不是应该马上改进 非常不妥啊 这个网站应该要重新架构吧 这真的很危险 因为毕竟是小朋友 可以用在很多诈骗的一些东西上 北市教育局发声明 向家长们致歉未来会加强资安管控 不过期间有多少个资外泄 现在不得而知 只不过九月开学季 都还没到就传出资安漏洞 会不会落入有心人士手里 多少让家长们有些担心 记者中文章元杰台北采访报道 嗯 一